欢迎来到游戏人笔记 如果你觉得这集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YouTube可以按赞订阅 Podcast就持续追踪 这集我们来选读一下未来少年 为什么会讲到未来少年呢 因为这是暑假前 太太帮小孩子订 订这个杂志 想要给他们看 结果没什么在看 那我就看他放在那边觉得 就很可惜啊 订了也没什么在看 所以我就拿起来看 那我看一看发现 这个杂志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后来我还是 请他们念一下 而且甚至念给我听 挑个几篇啊 念给我听这样 那这个未来少年呢 是远见天下文化创办的 那是2001年1月1日开始创刊 这中间呢 他们有得过 第37 38还有47届的金顶奖 就是最佳儿童及少年杂志奖 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是 他每一集呢都会涵盖这个科学啊 人文还有一些故事 而且后面有一些小朋友投稿的文章 其实我都会看 提供一些心理咨询的文章 或者是内容 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世代的小孩 其实蛮重要的 那因为我这是第一集开始做这个主题嘛 以后每个月 我会在这一期的未来少年选读几篇 我觉得蛮 对我啦 或者是对这个小孩 对我的小孩 比较有 比较有趣的或有意思的文章 或内容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一次呢 因为累积了好几集嘛 我觉得这几集我去挑 几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第一个想要分享的是 第162期 他这个在后面呢 有一个短篇的故事 作者是吴嘉莲 企划的编辑呢 是蔡佩瑶 绘图 陈嘉莲 版面是 Ammon 主题呢 叫做景边的朋友 我会觉得他有趣是因为 他融合了一些 有点类似 鬼故事 但是又令人温馨 主要是这个小孩子呢 在景边呢 遇到一个鬼魂 那这个鬼魂 长得像小孩子 到后来才发现 这个鬼魂呢 跟他自己的爸爸 是有关系 那也牵扯到 这小孩子的成长 和鬼魂的关系呢 让他和他没有见过的爸爸 有了更深一层的 牵绊 再来是一篇 小学生的投稿 一样也是 162期 那这个小学生的投稿 他叫做主题叫做毕业 那作者就是 新北市的土城国小 六年三班 吴和彦 这里呢 我念一下 他写的内容 飞机上要出发去 战斗的飞行员 有的精神抖擞 有的望着父母啜气 飞机下的指导教官 巡视一台又一台 帮飞行员检查飞机 默默地给予祝福 起飞前 有人等不及起飞 有人哭着说还没准备好 但时间一到 不管多么不舍 不管多么留恋 通通飞向天际 飞机的性能皆相同 但为什么最后 有人飞得又高又远 有人飞得跌跌撞撞 这取决于驾驶员 祝大家毕业顺利 蓬城万里 他把飞机上面的飞行员 形容成这些毕业的学生 这些指导教官当然就是老师了 我觉得他可以把毕业 想成飞行员和飞机的关系 就蛮厉害的 我自己是看了觉得文章写得不错 蛮好的 最后是他这个杂志里面 都会有一个心情聊天室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几集的心情聊天室 有几个真的很符合 Sophie & Zek目前有一些状况 我这边举例一下 这个第163期的心情聊天室呢 顾问是杨丽荣 他都会分成男生和女生 那男生这边呢 他是上线时间无法配合朋友 该怎么办 这跟Zek非常的类似 因为他现在在打这个荒野乱斗 我也有陪他打 可是他有时候会和朋友约 现在比较不会的 刚开始他在跟朋友约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会遇到这种状况 那他的问题呢 就跟Zek会遇到问题完全一样 比如说他说 他要跟同学约时间 可是爸爸要求 要把当天该做的事情做完 才可以玩游戏 所以他会说 你们先玩我再加入 可是会被某一些人说不合群啊 甚至想要提出团队 Zek是还没有这样子 但是他会很失望 比如说 跟人家约8点 因为他功课啊 该做事情做完已经8点半了 这时候他就觉得 没有遇到他觉得很可惜 里面的杨老师呢 他提出了很多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都还蛮中肯的啦 而且毕竟是专家嘛 他写的东西会比较中立一点 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 在他写出来 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那女生这边呢 虽然Sophie不会这样 但是我觉得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 尤其是爱跳舞的女生 或爱表演的女生 父母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比如说他说 我想去韩国当明星 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的梦想是以后去韩国当明星 我们一般的 比较传统的家长 可能一开始就是嗤之以鼻 你哪有可能啦 什么念书比较重要啊 讲这些 可是这老师不一样 他就写 有梦想是很可贵的事情 可以带给我们努力的方向 和坚持不懈的动力 那如果可以把梦想建立在 踏实的基础上 就更可能圆梦了 他不会一开始去否定他 而是希望他把基础建立好 所以他后面都是鼓励他 培养兴趣啊 持续培养兴趣 当然到后来他会 老师还是会鼓励他 课业顾好 然后这些课外活动 跟爸爸妈妈讨论 老师讲了嘛 第一个就是要学舞蹈和韩文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啊 第二个是加入韩团 要当明星 第二个就要看很多东西嘛 叫爸妈的财力啊 或者是爸妈的时间啊 这些 我觉得这杨老师的方式不错 你先给他可 可实现的目标 那后续那种比较远的梦想呢 就等这些可实现的目标 一步一步完成 也许这小孩子在这中间 可能训练的过程太辛苦 他可能就转向别的方向 那也没关系 总比一开始就直接否定他还要好 像之前曾经报道过 有一个叫彭宇彤的女生 他本来到韩国已经要当明星了 结果后来因为公司啊 整整什么因素 他就 这个女团还没成型就解散了 那他也当不成 可是他为了他的梦想 他留在韩国 最后变成舞蹈教师的老师 变成舞团的其中一员 他为了他的梦想还在 至少我知道的时候他还在韩国 不用一开始就否决小孩子的梦想 把可实现的目标 或把可实现的基础做好 课业舞蹈这些做好 那后续的再走一步算一步 那给他一个方向 我想这样子对小孩子成长 绝对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在这几期的未来少年 很容易的就发现这么多有用的东西 更何况还有一些科学的东西啊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CP值很高的杂志 你可能不用看很多书 就每个月看一本 就可以至少会写几本的指示和概念 那未来呢 我可能就是一个月讲一本 可能就选读里面比较有趣的内容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